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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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又回复了大麻脸 绿脸 坦白讲 如果微博内容还可以被理解为无心之师的话 那么对网友的回复内容也是如此 差不多就可以盖章在this演员本人吧 由角色上升到对演员的this 没想到这样的情况还依然存在着 实在让人心寒 于是 蛇识曼的粉丝自然就回击了过去 毕竟事先骂了演员 随后 博主本人也删除了微博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过去 但到了8月7日博主又发布了一条微博 里面提到了大概四点内容 一是解释自己删博的原因 二是表明蛇识曼粉丝疯狂 三是表达历史上的记后 就是一个晦气的人 谁碰上都晦气 四是说蛇识曼不过气 怎么会演一个晦气的人 对此 有知情的网友透露 该博主参与顾问的延续攻略 剧本之初把记后人设写得很糟糕 因为博主本人就一直很讨厌记后 因为人设太糟糕 该剧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愿意出演 直到修改人设后才找到蛇识曼 之后在开拍阶段 该博主多次在其他平台dis蛇识曼过气 粉丝看不过进行反击 然后被移除了群 此外 还有网友贴出了证明历史顾问 攻击演员本人的截图 再然后就是到了8月8日 也就是今天上午10点 蛇识曼数据组发布 表示粉丝们希望这任势翻篇 并且呼吁粉丝们对外注重礼仪 做好自己 尊重他人 但是 该历史顾问显然并不打算如此 11点半左右的时候 博主又发布了新的讨伐微博 也就是文章开篇贴出的公开dis蛇识曼的微博 坦白讲 笔者小时候看过许多蛇识曼的剧 包括十月初五的月光 喜悦露 丽女娃 西关大哨等等 一开始关注演戏攻略 也是因为该具有念缘 秦兰 蛇识曼三个 尤其是蛇识曼